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最黑暗的時刻 Darkest Hour 由近年來著名的文學導演 愛過傲慢與偏見 贖罪安娜卡列妮娜的 Joe Wright指導 主角邱奇兒 由本人一點都不像的 Gary Olderman 利用特殊化妝來飾演 以及Lady Jam Steven Dillon Anne Manderson 一同演出 雖然這部最黑暗的時刻 最大的賣點就是 Gary Olderman 利用總共花了200個小時的 特殊化妝來飾演邱吉兒 但我覺得決定這部電影 好不好看的關鍵人物 還是在於這個導演 Joe Wright 雖然我沒有很喜歡他 但是他一直是一個 可以持續拍出口碑加片的導演 一直到上次的 我喜歡這部電影 在畫面上面看到的一切 顏色 攝影 燈光 演員的演技 美術 這些在Joe Wright的電影當中 一如往常的做的都很好 可是對我這個 偏故事派 偏劇本派的人來說 無論如何 一部電影 還是要把故事說得好才對 照看來 Joe Wright沒有把這個故事說得很好 他把一個相當複雜 有很多靜因遠因的一個 歷史故事 簡化集中強調幾件事情 政治鬥爭 勇敢的人 和雀懦的人 階級隔閡 又以一個很理想化 很浪漫的視角去導這部電影 讓最黑暗的時刻 有一點脫離現實 要講平民階級的聲音 堅定了邱吉爾最後的演說 但這部電影看完 反而有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 根本跟他想要講的 有一點自打嘴巴 所以讓我 找不太到看這部電影時候的著力點 感覺不太到這個故事的力量 近代歷史上面這麼重要的一場演說 不應該被簡化為硬景 然後堅決不投降而已 這有點只是傳達出了字面的意思 在電影的節奏上面 也讓人感受到波塌 有一種相當古典文學的說故事的節奏 中間有很久的時間 劇中的角色都一直陷在同一個狀態當中 缺乏了更多的刺激 還有戲劇張力 又或者說 反派的角色完全沒有讓我們有一個 他可能會贏過主角的可能性 真正的大反派希特勒 也沒有真的出現 我們只看到 邱吉爾對希特勒這個人出身低下的鄙視 以及對他的恐懼 好 我們來講 Gary Olderman 他的表演的確是 hold住了整部電影 把整齣戲帶了起來 並將邱吉爾這個 乖屁脾氣暴躁 很多缺點的一個 戰爭英雄 歷史偉人 詮釋得很真實 雖然他臉上有很多假的東西 讓我看起來不太舒服 他還是能夠把邱吉爾這個角色表現得微妙微笑 並且也將那些著名的演講稿 詮釋得非常精彩而到位 Gary Olderman 他是一個 非常角色多變又精彩的演員 卻一直沒有被擺在 這個世代最好的演員那一個行列當中 這一部最黑暗的時刻 似乎是可以讓他得到很多的獎項而獲得肯定的 我也覺得很好 希望可以看到他未來有更多精彩的演出 像是我非常喜歡他主演的電影行動 不知道會不會有Smelly的續集呢 兩位女主角在片中都是亮點 我非常喜歡Christine Scott Thomas 的演出 每次出場他都展現了這個閒內柱的氣勢 Eddie James 飾演邱吉爾的助理 負責替他打字 他是在這部電影當中 唯一一個可以讓我們比較可以投射的對象 一個平民的角色 平民的視角 我覺得他在這裡做得還不錯 只是在有些鏡頭裡面他還是顯得太做作 《最黑暗的時刻》其實是一部拍得不差的電影 可能只是導演假仙過於浪漫的敘事風格 不太合我的胃口而已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 那這部電影你可能也不會太喜歡 但如果你喜歡這些在講經典時刻的一些歷史故事的電影 或者想看Gary Oldman 是怎麼利用這個特殊化妝 詮釋一個跟他本人完全不像的角色 看他發揮他精湛的演技 或者是看完《敦克爾科大行動》之後 想要再去看英國國內所發生的故事的話 那這部電影還是會非常適合你的 《最黑暗的時刻》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請幫我按讚以及幫大家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